南韩节目黑白大厨 料理阶级大战 暴风三赛者三星江胜元 另外行两眼备受瞩目 却与三世被抱劈腿 情感纠纷 甚至对前妻做出死亡威胁而引发争议 根据韩媒滴社报导 江胜元与前妻A莫曾维持三个月的事实婚姻 A莫透露为了帮助江胜元进入米其林餐厅 他不惜送精品包 会落有门路的人 江胜元否认此事 强调自己无心实习三个月 只有因表现优秀被首席厨师提拔 是靠实力在餐厅升职的 A莫提供江胜元写给她的信件 揭露她多次劈腿 甚至要求她与其他男人发生关系 而江胜元声称不记的信中内容 并否认指控 此外另一名前女友B莫也表示 男人交往时毫无争执 却突然被分手让她相当错愕 更严重的是 A莫在2023年8月交新男友后 收到江胜元的死亡威胁讯息写道 我气到想拿到童死你 对此江胜元指表示 第一社报道内容可能被断章取义 质疑讯息内容是被拼凑且不完整的 暗示行为背后有情境原因 此事引发男孩网友他发 批评他靠前妻 静米勤餐厅却劈腿不断 如此厚脸皮还敢上节目 A莫也正考虑以恐吓罪 对江胜元提告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